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投靠赵丽颖没把她捧红,转头热巴和杨紫 结果大红大紫机身一线 赵丽颖在娱乐圈中的地位可谓是大咖中的大咖了 作为一位高人气,高流量还作品口碑极好的女演员 与赵丽颖合作的男星其实是很容易借爆红的 不说其他人吧,就连与赵丽颖合作主演之否的冯绍峰和朱易龙都市一月成为了常挂热搜的人物 当然,除了这两人外,在之前与赵丽颖合作了《楚桥传》的《灵更新》 也是因为与赵丽颖合作之后大火的 而在《楚桥传》这一部剧中,其实还有一位大家现在也是非常熟悉的一线小生 他就是饰演了剧中南梁皇帝肖册的邓伦 本来,对于邓伦在剧中的首次出演古装剧,能够与赵丽颖合作 而且在剧中的戏份还是挺不错的 一味能够凭借着这一点让邓伦大红大紫 可结果是邓伦并没有那么幸运 作为收视率女王的赵丽颖捧红了《灵更新》 也捧红了李沁 就是邓伦没能爆红起来 不过,虽然邓伦没有因为这一部剧爆红 但是却是因为这一部剧小有名气了 要知道,相对于邓伦以前饰演的角色来说 这一次他也是算得上是出彩的 所以,在这一部剧之后 邓伦转身就和迪丽热巴以及杨子两位当红女星合作了 而且两部剧都是当了男主角的戏份 与迪丽热巴合作的《1001夜》中 邓伦饰演的男主与迪丽热巴饰演的女主怎么看都是那么的般配 所以在与迪丽热巴合作之后,邓伦的名气又上了一个台阶 之后,在电视剧《1001夜》结束之后 邓伦与杨子主演的仙侠剧《香蜜沉沉浸如霜》正式热播 然后,这一部剧火爆了 邓伦也凭借着这一部剧一夜爆红 成功击身一线成为了被大家认可的人气小生 不得不说,其实相对于朱一龙来说 邓伦是更加幸运的 作为同样是在去年大火的人气小生 邓伦大火的作品都是以男主角的身份 但是朱一龙却不是 朱一龙一开始一部双男主的网剧《震魂》爆红 之后与合作赵丽颖、冯绍峰 又以男二的身份爆红 现在都已经是一线小生了 在与邓伦和杨颖合作的电视剧《我的真朋友》中 也还是演男二号,邓伦是男主 不得不说,或许邓伦就是拿着天生的男主气场吧 那么,对于朱一龙和邓伦这两位崛起时间相近的人气小生 你更喜欢谁呢? 02邓伦朱一龙新剧《杀青》,却是没有平台感接 只因为女主是她 提及邓伦,想必朋友们对她曾经非常安息了 依附着和杨子主演的这部古装剧《湘蜜》而爆红 受到了好凡观众的喜好 两人在剧评分别饰演男女主角 在剧中非常的匹配 就算是到了戏外很多人也想拉拢这两人 在湘蜜收场后但是传出了很多的留言 当今她曾经是当红男星 人气高了后天然极是资源富后 而且她深受观众们的喜好 关于她出演的剧都亦非常是等候 按理说她的新作品应当是抢着播放权的 但新鲜的是,此次她的另一部新剧达成 却是没人敢接,这毕竟为何呢? 实在在邓伦走红后 她的这部《我的真同事》就被朋友们发觉 剧组的两位主演朱易龙和邓伦 这两人都是当今当红的人气演员 而且都非常受观众的追捧 本来是收视率稳稳的 但究竟是到当今都没有人敢接这部剧 实在都是由于女主的原因 听说,只因此会产生如许的环境 是由于女主是杨颖 说到杨颖,她的颜值身段都非常不错 也能够说是非常多名气中的女神 但偏巧极是由于是她因此才没人敢接 杨颖普通都活泼在综艺节目上 大片面粉丝也是综艺上圈的粉丝 再加上她的身段颜值都非常不错 有很多眼粉,或是黄晓明的媳妇 但除了这些,她在影视方面的开展 这几年也曾连续出演过好些影视剧 但在看过了这么多她为难的演出后 本来还对她抱有寄望 但在以后即是对她彻底不抱有望了 因此说,这几年即便她说本人在起劲 但终极获得的或是网友们吐槽 也造成了当今非常多领域都不太敢接她主演的电视剧 真像以前的好几部她主演的剧都是扑接了 而且口碑也欠好 对此,你们奈何看呢?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